其實面對鄧武傑假期將至 很多北雖南宋或者是北返的一些 我們的鄉親 其實坦白講 我們心裡面是插了蛋 因為大家想想看 搭乘大眾運輸工具 從北到南少折塞兩個鐘頭 多折塞四五個鐘頭 在一個密閉車廂裡面 在家裡待一兩天 然後又要北返 再塞一次一兩個鐘頭或四五個鐘頭 其實坦白講 這都是非常危險的 可能自己本身沒問題 但在密閉的車廂裡面 可能就充滿了問題 那雖然鐵公路 交通部已經要求 這個運量要下降 就是說每班車 運量不能超過太多 不能超過兩成 但是問題是 還是在密閉的車廂裡面 永遠不知道你坐在你旁邊的人 是不是確診者 所以我們將對應 要採取一些措施 我們希望說 一方面請鄉親勸導 自己的親人 在這個時候避免去牽涉到危險 來回到中南部來 第二個 我們也希望說 這個村里或是里長或是林長 大家主動加入這個全數的行列 那如果面對一些要退票的人 我們也希望鼓勵大家把退票退了 那一些端午節的種植或是禮品 我們家人寄給你就好了 人不用來 我們把這個禮寄給你就好了 我們希望說大家都能平平安安 總不希望說過了一個端午節 搞不好造成有一些人確診 搞不好中間有一些人就要去過中原節 過了中原節 我們還是奉勸大家能夠待在家裡 這一點不管是陳時中部長或蔡英文總統 大家都是苦口婆心的勸導 那我們台南市更寄出 如果這個原來以前訂票的朋友 那因為後來行程改變可以暫時改變計畫 能夠退票的話 我們台南市會寄出這個退票獎金 台中以北的兩百塊 台中以南的這個一百塊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特別感謝你能夠宅在家 然後不難不難返 這點是特別謝謝 另外呢 如果這個經過已經還是有人回來了 我們還是這個經過里長或林長的這個通報 能夠去做篩檢的話 篩檢注意確診陽性的 PCR篩檢確診陽性的 我們獎金一萬塊錢給這個里長或林長 這樣子的話 一方面大家做防疫 找出這個確診者 一方面也讓這個林里社區安心 因為我們台南目前為止的一些 這個確診者 通通都是這個外縣市移進來 所造成的這個本地的確診 這點是我們 或者是本地人去到外縣市造成確診 這點我們真的是要非常非常的嚴肅以待 嚴正以待 來面對這一波可能的 因為人潮流動所帶來的疫情